马上为您带来今夜最新消息 目前入境离岛都得要配合快筛 金门却有女子不但拒绝筛减 还在机场的快筛站大闹 跟工作人员发生了冲突 她还是一名金门大学护理系的老师 前面有民众看不下去了 在校园发起了抗议活动 逼得校方出面道歉 最后也强调老师还是有配合筛减的 一整排车队缓缓驶过校园 但这可不是来接送 而是为了抗议日前金门大学一名老师 入境不配合快筛 跟县府人员爆发口角 包上紫色丝带象征暴力零容忍 一名金门大学的护理系教授 当时跟一名男子入境金门 先抢自己是来打疫苗的 并以中央曾经撤销金门快筛令为由 拒绝筛减 这样的行为逼得金门民众涌入校园抗议 对这些纷扰表示歉意 这个老师他最后还是有配合快筛 那大家来金门都快筛 这个其实就是学校希望的结果 那至于说在过程当中 个别老师的一些沟通的态度 我想这是属于老师个人的个性 校方出面听老师道歉 强调最后有接受筛减 但身为护理系教职人员 疫情期间如此做法 还是让部分民众无法接受 记者温明雅金门报道 好 谢谢大家